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教育哥强忍着窒息的疼痛 艰难的抬头看向他们 他们一个是他深爱的男人 一个是他的哥哥 一个是他的青梅竹马 他不敢相信 他们会这么残忍的对他 哥儿 你不该讨的 傅儿是你的姐姐 她从小身子就酌 而你的血浸过百种神药 百毒不清 又起死回生这梦想 太医说了 用你这余生血换给傅儿 他便能偿命百岁 你占了傅儿的身份那么多年 他从未怪过你 还对你那么好 你也不想他有事 对不对 他能偿命百岁 那我呢 我就该死吗 小语哥望着眼前 这个深爱的男人 此刻却是那么的陌生 他为了他尝遍百毒 九死一生 才练就了一身的百毒不清 却不曾想 如今却成了他伤害他的借口 四诚哥哥 你说过不恢复我的 从事之中 我害的人都是福儿 是福儿心善 不忍见你伤心 才逼着我给了你承诺 可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小语哥心痛如酒 为了能跟他在一起 他甚至答应了他荒唐的要求 两姐妹共事一夫 他一退再退 换来的竟是这样的下场 可我根本就不爱你 懒照过也不会接受一个独眼带疤的太子妃 我的眼睛 是你们 逼着我给了借借 知道吧 也是因为 修你而留下的呀 格尔 终究是我对不住你 你放心 待他日我登基之后 便下旨追封你为贵妃 将你葬入皇陵 百年之后 我一福儿 会和你葬在一处 到时候 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四川哥哥 九姐姐的办法有很多种 我真的不想死 太子殿下 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我们能等 可是福尔等不了了 哥哥 我也是你的妹妹 当初你让我把眼睛 关给姐姐的时候 你说过会照顾我一生一世的 你怎么 你怎么如此狠心的伤我 说不是为了福尔 就凭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种 也配叫我哥哥 你偷走了福尔十几年的人生 也是到该还的时候了 他口口声声说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 可那是我的错吗 为什么你们要把所有的错都归到我的头上 原来他们对自己所有的好 不过就是因为萧宇福而已 他将最后希望的目光投向另一个男人 风哥哥 那你呢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他在心里祈祷着 可是宁峰接下来的话 却再一次将他沉入了谷底 小语哥 福尔与我有救命之恩 你与我有什么 说我不是知道你这身血对福尔还有些用 我根本就不会多看你一眼 三个男人的话如同三把尖刀 深深地刺进了小语哥的心口 救你的人明明是 明明是他呀 他们三人都曾是他生命里的光 可是到这一刻他才知道 那一切都是假的 原来他生命里不曾有过光 原来他们对他所有的好都只是为了今日 为了救他们心中的白月光 他的姐姐 萧宇福 太子殿下 不好了 我们家小姐晕过去了 太子殿下 不能再等了 动手吧 小姐 小姐 轻落 小语哥望着眼前的丫头 一时竟有些失神 轻落不是被打死了吗 怎么会 他立刻冲到镜子面前 摸了摸自己的脸 左眼挨在 脸上也没有那道难看的疤痕 一切火若隔世 上苍怜悯 他真的重生了 重生在了三年前十五岁 快要急急的时候 而此时 他还是萧家的嫡女 老爷 夫人 大小姐 萧姐醒了 萧姐醒了 顿时外面沸腾起来 紧接着萧宇福第一个跑了进来 一把就将萧宇哥紧紧的抱住 哥儿 对不起 都是姐姐的错 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 早知道 姐姐就是拼死 要阻止你 若你出了什么事 我该怎么对得起爹娘啊 我多么希望 让谁摔下去的人是我 哎呀 傻孩子 说什么胡话呢 你和哥儿 都是爹娘的女儿 你们谁生了 爹娘都会心疼的 萧战对于这个养女 亦是疼到了心坎上 萧夫人甚至还责备起了萧宇哥 哥儿 你平日也惯了也就算了 可你明知道你姐姐她身体不好 还要带她去那么高的山上 得亏摔下去的人是你 我是摔着你姐姐 那该如何是好 萧宇哥冷眼看着这一幕 她记得前世就是这样 萧宇福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然后所有的人 甚至连大夫都被叫走了 只留下她一人独自在房里 好像他们都忘了她的存在 娘说的事 都是哥儿的错 哥儿听说山上有吉祥草 吉祥草能治好娘的病 哥儿想让娘快点好起来 都是哥儿不好 不敢带上姐姐 让爹娘担心 应该一个人去的 哥儿 你怎知吉祥草能治好你娘的病 这些年 女儿一直看医书 吉祥草的药性 便是从一本古医书上看到的 你是说 这么多年来 你坚持要看医书 就是为了治好你娘的病 前世的她不善言辞 加上怜悯柔弱的萧羽芙 所以事事都藏在肚子里 而这一时 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果然 萧夫人一听 顿时心疼的直抹泪 你这傻孩子 为什么不早说呢 娘都是老毛病了 是什么药都不管用 你说那个山那么高 万一摔出个好袋来给怎么办 还疼不疼 娘不要担心 哥儿不疼的 只要能治好娘的病 哥儿就是摔没了 也心甘情愿 不说 娘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 那能再失去你第二次 萧夫人抱着她 又是心疼又是愧疚 果然是吉祥草 夫人的病又忘了 吉祥草平时一出难得 二小姐当真犹新了 老夫这就再去开几味中和的药 与吉祥草一起煎熬 定能将夫人多年的顽疾治好 有劳王伯伯了 萧宇福看到爹娘都围着妹妹转 她落寞地垂眸 原来自己始终都是个外人 大小姐 福儿 你怎么了 娘 不用担心 福儿没事的 妹妹最要紧 人的天性都是同情弱者 而萧宇福又将若柳福风演绎得淋漓尽致 自然是能博得众人的怜惜 什么妹妹最要紧啊 你们都是娘的女儿 你们都要紧 娘 我懂医术 让我给姐姐看看吧 脉搏成文有力 根本就没事 果然是装的 爹 娘 你们放心 姐姐只是受了惊吓而已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福儿 你从小身子就不好 不许再瞎想 你和戈儿 都是娘的心肝宝贝 快回房去休息吧 下月就是你们的吉吉之礼了 可不能病着了 是 福儿告退 哥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